國庸的外海 坐在海報 今天出現一對這個母子林航海公 他在探討後悔 有飛鎮發行應讓這個飛鎮 是第一條這個月流 通過海巡警員 其中四隻海公是自行訪問 在媽媽海公在飛鎮 轉移協助之下訪問 海邊上遠遠看到海公 真的像中頭探出水面穿開 又像一隻飛鎮 坐在海報五點外 經過蚵仔料外海 就看到兩隻靈航金在海邊 起起噗噗 我過看才發現他們的蚵仔 讓魚蚵仔頂掉 經過沒切第一隻靈航金 鐵棟大有人公車 因為鐵型比較小 真快就在打睡 第二隻鐵棟在三到四公車之間 但可以靠人為解救 轉到破斷 這對靈航金可能是沒那麼驚 沒百度是風太因素 讓他們偵探監的出現 在西部海域 靈航金是比較屬於深淺情的 可能比較不能排除是颱風 第二個地點是在高雄 離岸往外海拉的話 大概不到十海里 應該其實那個深度就很深了 就破100公尺 到底是颱風影響 在那邊拘留 還是暫時找一個地方 真的比較難判斷 看到海洋漸漸沒體力 但天色變暗 加上睡眠的部位是開得比較大的壞 都很加救援的南渡到風險 加在飛鎮林原地海巡的協助之下 能收到高去海洋的壞 將希望迎來 再讓海洋疲勞 結束這段海洋為難 記者彈簧有寇靜准 各鄉報的